太好了有好多国务馆的事情 心情郁闷无处发泄 做这个实验真的是好玩的事情 台中科广馆长亲自示范起萃取草莓DNA技术 为这场DNA档案自然历史解密特展揭开序幕 动员了290件生物标本来揭开生物演化件的奥秘 像是这件长须巾标本在台湾就相当难得一件 长须巾不管是在国内或者是国际 它们的数量已经都不多了 这个头骨是我们目前知道台湾的一个 唯一的长须巾的头骨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借着这次的特展 因为这个头骨的种类的鉴定 是借由DNA的这个鉴定的技术 我们了解它的种类 那我们也希望把这样子的讯息分享给大家 然后另外的话还有鸟类的收藏 因为早期的话博物馆是以原生的鸟类为主 然后我们博物馆跟鸟园并成一个单位以后 实际上鸟园的标本也到了我们这边 然后鸟园是以世界的标本为主 所以我们这次的展出有把这个最丰富的类别 一直呈现出来 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馆藏突破了120万件 这些生物件的关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为此官方就特别策划了这么一场特展 以达尔文生命之术为主轴 把290件的标本分成飞禽、走兽、鸟囤和爬行动物等类别串联 让民众了解这生物间的来龙去脉 大家在看到这些标本之外呢 往天花板看 你可以看到有很漂亮的分支 然后分支会延伸到展场中间在我背后这个生命之术 所以其实讲的是万物皆有关联 然后我们可以从DNA找到这样的资讯 然后标本的话各位可以看到博物馆各式各样的收藏类别 包括骨骼、毛皮、静液、拉液标本 所以是博物馆各个类别的精华在一次呈现 策展表示早期科学家由生物件的形态和解剖等特征 来推论生物件的关系 越相近就越亲密 如今随着DNA鉴定资讯发展 许多物种间的关系已经被重新界定 因此透过这特展就是要以深入浅出的方式 让民众重新探索这生物件的奥秘 记得理解台中才到...